第三百八十八级 尚书蒲叶岳辉 监察检举无所顾忌 斗县等人对他很是厌恶 岳辉尚书说 陛下正年轻 继承了帝 各位旧父不应控制中央大权 向天下县实私心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 在上位的人以大义自行割爱 在下位的人以谦让的态度 主动隐退 这样四位国舅才可以长久的 保有风厥和国土的荣耀 皇太后才可以永远没有 辜负宗庙的忧虑 确实这是最佳的良策呀 奏书成上未被理睬 于是岳辉称病 上书请求退休 返回故乡长陵 斗县暗中严令周俊官府 脅迫岳辉服毒而死 于是朝廷官员十分震恐 全都观望风色而逢迎斗县的意思 无人胆敢违抗 元安因何地年幼单弱 外戚专权 每当朝会觐见之际 以给予公卿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未曾不污液流泪 上自天子 下至大臣 全都依赖信任元安 冬季十月十二日 河地出行临兴长安 下诏 在萧和曹参的近亲中 寻找适合做后寺的人 继承萧曹的风土 河地下诏 命令斗县到长安会灭 斗县到达的时候 上书下面的官员中 有人提出 要向斗县叩拜 扶身口称万岁 上书寒冷正色说道 同上面的人交往 不可谄媚 同下面的人交往 不可轻慢 在礼仪上 没有对人臣 称万岁的制度 倡议者都感到惭愧 因而作罢 上书左臣王龙 私自向斗县上书 并奉献牛九 受到寒冷的弹劾 王龙被判处服苦役四年 秋辞 孤墨 温肃等国 都向汉朝投降 十二月 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 齐都尉和树校尉 己校尉 将班超任命为西域都护 徐干为掌使 将秋辞送到汉朝 做人质的王子白霸 封为秋辞王 派司马瑶光 护送回国 班超和瑶光 共同胁迫秋辞 废掉国王尤利多 而改立白霸 让瑶光带着尤利多 返回京城洛阳 班超的西域都护府 设在秋辞的他前程 徐干则驻扎舒勒 只有燕齐 威须 魏黎三国 因先前曾经杀死过汉朝的都护 所以仍旧怀有二心 而西域其他各国全都相服 其初 北匈奴蝉瑜不知去向以后 他的弟弟右股里王于楚 便自称为蝉瑜 率领数千步众驻扎在浦类海一带 派使者到汉朝边塞 请求归赴 斗县建议派使者将鱼除 立为蝉瑜 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 如同对待男匈奴蝉瑜的先例 此事交付公卿进行商议 宋游等人认为 可以批准斗县的建议 原安人伟上奏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 光武皇帝招护男匈奴 并不是说可以让他们永远安居内地 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为的是能利用他们去抵御北匈奴 如今北方大漠已经平定 应当命令男匈奴蝉瑜返回他的北方王亭 统领归降不重 没有理由再令封渔厨做蝉瑜 来增加国家的经费开支 两种意见奏报后 一时决定不下 原安担心斗县的主张会被批准实行 便独自成帝密封奏书 奏书这样写道 男匈奴蝉瑜 屯图河的先人 曾率领布重归墙 蒙受汉朝的大恩 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历经三位汉帝经营 而交到陛下手中 陛下应当深切地追思 继承先帝的遗愿 完成他们的事业 况且屯图河是首先提出 北征重大方案的人 消灭北匈奴以后 我们停下来不再进取 却要另立一个 新降服的北蝉瑜 为了一时的打算 违背三世以来的规则 失信于我们所养护的 南匈奴蝉瑜 而去扶植无功的北匈奴蝉瑜 论语里这样说 言辞忠诚而守信 行为敦厚而恭敬 即便在荒蛮之地 也通行无阻 如今要是失信于一个屯图河 那么将有一百个蛮族 不敢再相信汉朝的承诺了 再说乌环鲜卑 心尽斩杀了北匈奴 幽流蝉瑜 凡人之常情全都忌惮仇人 现在扶植优流蝉瑜的弟弟 那么乌环鲜卑就会心怀怨恨 况且依照汉朝旧制 供给南匈奴蝉瑜的费用 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 供给西域的费用 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 如今北匈奴距离更远 费用超过一倍 这将耗尽秉价的财富 不是制定政策的正确原则 何地下诏 命令将此奏章交付群臣讨论 袁安又与窦县进一步争执 互相劫难 窦县仗势凌人 言辞骄横 甚至诋毁袁安 提出光武帝诛杀寒心带舍的旧事 进行威胁 但袁安始终不动摇 然而 何地最终听从了斗县的建议 前终不动摇 少年 优优独播剧场上